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继承我们的母语 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很多人也在突破 也在想办法找人去帮助 那么我们今天呢 有请到了多多堂艺术中心的创始人 沈俊平老师来到这里 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如何不让孩子忘记母语了 那沈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多多堂艺术中心的安娜老师 安娜老师你好 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经常在这个演播厅里面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 如何不让孩子忘记母语 去为中文说唱表演 那什么是去为中文说唱表演班呢 能不能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呢 我们多多堂艺术中心是以 艺术启蒙教育为主的 所以呢 一个中文这个文化课 放在我们的教学里面 好像感觉是有点不格格不入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在这个开创这个课的里面呢 首先我们是想帮助到这些 在加拿大生长的孩子 他们能够开口说母语 那么学习中文是比较枯燥的 那我们所以我们就融合着 这个艺术形式来去开创这个课 那这个艺术形式是怎么样表现它呢 首先学中文 说中文 用唱的还有表演的形式 来完成这个学习 其实我们都知道 学语言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 就别说是我们半大的孩子了 就像是我们成人也是很多 来到这边十年 甚至二十年都没有办法去坚持 把这个英文去学好 那我们中文作为全世界承认的 最难的语种 让我们小小朋友们去接受 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您是怎么样去克服的 在这边的孩子一点点大 他当口全是英文 他不跟你说中文 他能听 但是他不愿意开口说 因为他是在这个大环境之下 对啊 所以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开口说就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所以家长还是很着急 那在我的课堂里面 基本孩子一点小的孩子 他全是英文 很少跟你讲中文的 那对这种情况 我们去怎么去克服呢 所以我们特别开设这个课 那么我们邀请的这个老师 他也是非常有经验 那有耐心 而且也很愿意付出 把这个课呢 把它作为一个非常有艺术性的 很好玩的 首先是乐趣 有兴趣 让孩子能够开口说 唱 他这样玩似的就把它学了 哦 说话 也是很难的问题 我记得他妈妈说 在车上是哭着不愿意上来 都已经到了停车场了 还是不愿意上来 第一堂课 则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后来上完下来之后 那孩子一到时间了 就记得妈妈今天要上课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这个老师很有方法 老师有方法 对 我们的这个课开设的 就是说切合孩子 他的这个年龄段 切合他们的兴趣点 把他们的 就是把一个原本比较难的课 开设的有兴趣 孩子他就很高兴 他学得很好 他就觉得每堂课多有收获 我不仅学了一首儿歌 我还会写了字 我还可以表演给爸爸妈妈看 和小朋友看 老师的教学方法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孩子 其实有一定的难度是什么呢 因为很多孩子在这边 是不认识中文字的 那我们有一些这个表演课 需要记得这个歌词之类的 他们是无法完成的 那这怎么办呢 这个写字 这个认字 那这个老师他在课堂里面呢 他用很多方法 每堂课他都不一样 我看他的小青蛙 比如说小青蛙 他会头上带一个小青蛙 那孩子他就有表演欲望了 然后呢 然后再去找一些字 他的每堂课 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老师他很有经验 他在中国呢 在北京那边 就是一个重点小学的一个老师 然后到这边呢 他也有七八年的 就是教学经验 然后一直都没有离开 这个教育行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 他的就是第一 有教学经验 第二他也愿意付出 而且特别为这么大的孩子 专门去开设这么一个课 我们就是说 在这个课开设的过程中呢 我和这个老师 我们也是多次的 就是说 切商 怎么样把它做得很好 做成有个 把它做成艺术形式 而不是单单的去学一个 很枯燥的认字 其实这个除了我们老师 有经验 有耐心 有爱心以外 我们还有区别于其他的 什么样的教育机构 您也知道 像在海外 对于中文的这个补习机构 一直是落一步觉得特别的多 那我们怎么样在中间 做到了脱颖而出的呢 你看中文 还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 学中文的时候 老师一定是在黑板上 把字写好 是这样 拿着那个教编 一个字念几遍 一个字念几遍 孩子念念念念就枯燥了 他没有兴趣的 人家不都说了吗 中文课是最好的 上课睡觉的这个时光 对啊 那一直念 那孩子他看到那个字 念是念了 他老代没往心里面去啊 他记不住 对啊 他下来之后啥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呢 把它做成艺术形式 上面有字 有表演 有形象的 比如说青蛙 有形象 小鸭子有形象的东西 他看到了 能够摸到 看到 然后通过肢体语言 他还把它表演出来 其实这就是 学习中间的两个极端 一个是特别想要 全身进去接受这件事情 一个就是填鸭式的 灌进去 那孩子可能就 一个是事半功倍 一个是事倍功半的 这么一个区别了 那我们做到这一点以外呢 很多的老师呢 会比如说 也有很多的家长 会说我们就抓住 这个听说 因为听说更多 我们就扔掉了毒血 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这个毒和血 因为我们现在开的 这个年龄段 还没有涉及到 高一点的孩子年龄 现在我们是说 唱表演 那么接下来的课程呢 就是大的孩子 我们也有 毒和血 还有甚至我们还 还计划就是参加 把这些孩子呢 参加就是我们电视台准备的 就是那个小小演说家 对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呢 就是立造给孩子们 打造一些展示的平台 所以也就是说 孩子听说固然重要 可是这个毒血 我们也是不能扔掉 不能放弃的 那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小建议 送给我们的家长 在于学习中文的这条路上 兴趣最重要 你如果是孩子 学什么东西 如果是没有兴趣 你就去逼他 那是苦逼出来的 孩子今天要认识 他明天也会忘记 所以我们觉得是 引导为主 这个引导 把孩子的兴趣 激发出来 这是最重要的 让他主动去学习 而不是去被动 所以我们一直反对的 就是 比如说家长坐在那里 守着孩子去做事情 或者是说 你今天要做个什么东西 我要给你 去满足他 不是这样子 而是要孩子追着你 我要去学什么 是是是 这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两种不同的方法 所得到的结果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我们刚刚也欣赏到了 这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非常精彩的演出 那在节目的最后 我也想跟家长朋友们说 如果你也希望 您的孩子 能取得这样的 一个成绩的话 请来到我们 多多堂艺术中心 来找我们的 沈老师进行咨询 那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再会 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 圆眼睛 大嘴巴 大熊猫 大熊猫 碰咽咕 at up 小青蛙 爬甲山 翻根頭 牛牛身子 搖搖頭 小鷹子 小鴨子 一身滑 尖尖嘴巴 紅小小 嘎嘎嘎嘎 高聲唱 一秒 一百 下十長 小大白鵝 吹上條 把頭抬著 高又高 真怕別人看不見 戴上一隻小紅帽 毛毛蟲 毛毛蟲 新的部門 找小蟲 爬到山上 望一望 新的部門 吻下來 小蛙貓 跳喵喵 手起步 硬嘲笑 眼睛尿 尿 尾巴翹 小蛙貓 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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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蛙貓 尿 尿 尿 白 suburban 尿 恩士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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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